听到有人在外面大声的喊说 有人在里面有没有人在啊 就知道不是邮差来了 就是有包裹来了 结果这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是我的子女有一天 她在line上问我说 姑姑要不要吃蓝莓 我就说好啊 结果呢 寄出来的是一棵蓝莓树 看来要来拆箱了 这大荣获运记的活体植物 保存的不错哟 看起来还是生意盎然 速度蛮快的 好感谢 谢谢你啦 哇 果然是专业的呢 整株状况都非常的好 子女说 给你自己盆 你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 到时候就有吃不完的蓝莓 我就好好的努力啦 拆封之后呢 就先好好的观察一下 让她先适应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就又要开始爬纹 才能够把它好好的种下 而且最近开始担心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 这间房子的租约 只剩下半年 所以呢 还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让她下土 还是呢 就直接 暂时先这么种着了 今天又先试挖了 越南土豆 看这个圆圆的小小颗很可爱吧 这个就是越南土豆 小小颗 白白的 吃起来的口感像什么呢 就是水梨的口感 所以她虽然叫越南土豆 土豆就是 人家说的马铃薯之类 但是其实她的口感是脆脆的 很像吃一颗迷你的水梨一样 那她的吃法呢 就是用水用电锅蒸过之后 就可以整颗拿起来吃掉 还蛮好吃的 然后这个是原住民最常吃的 义豆 她非常的会长哦 你看这个 一直不停的长 不停的长 已经收成过N次了 然后她这只是一株义豆而已哦 非常的绵圆的非常长 一直长到柚子树那边去 然后再延伸到这边的屋顶上面 哈吉 哈罗哈吉 这是我们家的狗哈吉 她已经11岁了 但是依然的很皮 可爱的老狗 它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的爬到了屋顶上 非常的可爱 那租房子呢 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假设租约到了房东不租 最舍不得的当然就是种了满园子的东西啊 不论是前院跟后院 不过现在想想算了 就到时候再来担心好了 现在不要想那么多 今天又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啦 那就感谢大家今天又听我睡睡念了 即使您按 captured 高约的编曲 熟涂 熟涂